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這一次呢 我來到了本週的白馬來參加一個滑雪課程 那剛好我認識一個滑雪教練 他在白馬開了一間他夢想的民宿 而且是小木屋 所以我趁這一次放假的空檔 特別要來參觀他的小木屋 也來採訪一下他完成這間小木屋 要花多少錢呢 那我們就有請我們的民宿主人阿福 哈囉大家好 那請簡短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在白馬從事的職業是什麼 我從2015年開始在白馬當滑雪教練 然後在2019年的時候 自己蓋了這一棟小木屋之後 我現在就是單純做個民宿主人 兼職滑雪教練 那夏天呢 夏天我是登山車教練兼滑水教練 還有SUP教練 反正就是任何的戶外活動 來白馬都可以找你就對了 對 那這塊地多大啊 因為都被雪遮住了 我不知道地多大 這地大概145坪左右 145坪 非常的大 對然後因為雪很多阿 所以我們這邊的建幣率只有20% 建幣率就20% 對因為都要拿來機雪 不然這個雪沒地方機 如果丟到隔壁的土地的話 就會被人家可惜 好好 那我們就進去參觀一下吧 好的 這個陽台真的非常的大 那我在前面有看到一些柴火 請阿福介紹為什麼這個東西 我們小木燒暖氣需要用柴 來燒 所以我們都會準備很多的柴 夏天的時候就要劈柴 然後把它堆滿 冬天就會全部把它用完 OK 我相信這個台灣的那邊住很想體驗這個 生這個柴火對不對 對啊 我覺得生火是男人的夢想 男人的夢想 我就聽說你有個秘密武器在小木裡面 等一下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啊好啊 等一下看他的秘密武器了 好喔 Let's go 那我們白馬這邊阿 畢竟是滑雪聖地 所以 我們滑完雪之後回來都會 想要把身上的一些裝備都脫下來 像鞋子阿 或者是板子阿 他們都會弄得很濕 所以我們都會 準備像這樣子的乾燥室 這邊可以放板子 然後旁邊可以放衣服阿 然後或者是這邊可以放鞋子 比如說我們的 活圍阿 帽子阿 就可以掛在這邊 就是一個乾燥室就對了 對 暖起來之後 東西就可以比較快乾燥 然後更天早上出門就是 乾燥好的 衣服阿 鞋子 這個在 這種滑雪聖地就非常的需要 所以這些民宿就有蓋一個乾燥室 沒錯 就是必備 預備 OK我們就進到了阿福的小木屋了 嗨 這是我們的小木屋的客廳 對 那這個客廳呢 我們準備了一個矮桌子 跟兩個軟骨頭 就是大家滑完雪之後一定都很累 就可以舒服的躺在這個軟骨頭上面休息 然後 我們有開放式的廚房 所以晚上在做飯的時候 在廚房裡面做菜的人 就可以跟正在休息的時候 大家一起看電視阿 聊天打屁阿 可以做菜就對了 廚房也是 全部開放給房客使用阿 全部開放 那可以帶我們參觀一下廚房 有什麼 好阿 然後這間小木都是包洞 所以有提供廚房給大家用 對啊對啊 那間廚房有什麼設施阿 最基本的 我們會 有一個IH爐 就是電磁爐 那因為小木如果用瓦斯爐的話 感覺很危險 所以我們採用電視 就不小心阿 你的小木整天燒掉 可是我們的心血解禁一樣 就不然燒掉我不會哭的 這不是只有哭就是解決的事情 對啊 就是鍋碗瓢 基本上都有 然後簡單的調味料也 調味料也都有了 嗯 那我們這邊 微鳳爐也有嘛 那 飯鍋 還有我們一個小的IH爐 大家想要煮火鍋的話 這個給你們來用 對啊 然後 熱水瓶不用說這裡 一定要有 咖啡機 也有 然後這一個是我們白木雜 烤土司機 這台大家知道就是 烤土司界裡面的LV啦 沒錯 雖然不是業配 但是我真心推薦它 然後我們這邊有洗碗機 對 洗碗機也有 對 洗碗機也有 就是什麼都有就對了 因為那什麼都有 然後酒杯啊 或者是碗盤啊 什麼也都一英俱全這樣 然後這邊有提供 冰箱 是這個四門對開的 嗯 超級大的 非常大 我們小木屋總共有三間客房 然後有三套衛浴 一樓這邊我們有一間通風廁所 跟一個秘密間 然後一樓的秘密間這邊 就有我們的比較大的洗手台跟鏡子 那裡面就是秘密間這樣 對 然後旁邊這邊就是 廁所 廁所 來廁所我們看一下 對然後你可以 盡情的享受在那個 有木頭香味的廁所裡面 冥想 對 我覺得這個樓梯空間這個落地窗 採光不錯 不錯很好 而且秋天風夜紅的時候 開燈都出去 全部都是紅葉 OK 這樓的空間比較挑高一點 然後整個中間其實是還蠻舒適的感覺 然後這個燈啊 因為我喜歡星星跟天文 所以特地也挑了 一顆是月球 一顆是木星 OK 唉唷 我剛剛還注意耶 而且它可以調那個顏色 我很喜歡 OK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雙人房 對啊 就是 雙人床再加上我們這裡有一套衛浴 所以 就是如果是一對情侶啊 或夫妻想住的話 我們就會 讓他們來住這邊 就不用跟人家共用衛浴就對了 對就可以有自己的 私人的空間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雙人房啊 然後我覺得它最特別 它的採光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景不錯喔 你看這樣看過去 它的景 是不是有一種住在那種歐洲小鎮的感覺 好喔 然後我們這邊有兩間四人房 四人房 它這個四人房呢 剛初的設計就是 因為我以前都是背包客 所以我很喜歡 像這樣子的上下鋪雙人床的感覺 讓大家來這邊 如果是跟不認識的朋友一起住的時候 會有機會一起交流啊 這種感覺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這個雙人床呢 也是選擇比較好一點的雙人床 床頭有床頭燈啊 然後又有插座 對啊 有插座 所以晚上要自己 有一點自己的小空間 滑手機 或者是讀點書什麼的 其實也都不用擔心去 印象到其他人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間 四人房 那格局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都有這個 很明亮的對外窗 可以看到外面 那我們參觀完阿福的小木屋之後 我們就訪問一下阿福幾個問題 好的 你怎麼會在白馬牆開民宿呢 這其實也是一個機緣巧合吧 應該說只是想要有一個自己住的房子 我2015年來到這邊之後 然後慢慢的開始在找房子的過程當中 好像可以買一塊地 然後蓋一個房子 自己可以住 家人來可以住 朋友來可以玩的這種感覺 對 所以開始其實只是這個樣子 只是想自住 那為什麼現在變成民宿了 剛好 Corona 發生開始了嘛 對 那我們 本來想要 把它做成像背道客棧的這種形式 就沒有辦法經營下去 最後我們就決定自己 搬出去 然後把整棟包棟出租 變成小木屋的獨棟民宿這樣子 本來是要自己住 現在整棟出租 給別人住了 對 就是本來已經自己住了一段時間之後 為了因應這個疫情 疫情的關係 就只好自己搬出去 而且這木屋蓋幾點而已 2019年的12月蓋好了 蓋好了 然後現在兩年 很新耶 然後就把這個全新的整棟出租了 那當初蓋這個民宿的話 方便透露一下 比如說土地 然後蓋這間小木屋 花了多少錢 土地的話大概是400萬左右 日幣 對 我現在講的金額基本上都是日幣 140幾坪 對 然後土地才400萬日幣 對當時 折合台幣差不多100萬台幣而已 差不多 土地真的很便宜 土地對 對啊 然後蓋小木屋 公司大概3000萬日幣左右 3000萬 OK OK 那家具什麼呢 就是家家錢錢再花個兩三百萬這樣 所以這樣加一加差不多3700萬日幣上下 3700萬你可以在白馬這個地區 你那個時候啦 差不多3700萬可以開店自己的民宿 差不多 就完成一個人生的夢想 當一個民宿的主人 對啊 但是夢想 在我畫完貸款之前都不算完成 所以這些錢不是現金 這些資金哪裡來的 這其實就是台北家裡的房子拿去做貸款 我會在白馬這裡生活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除了滑雪之外 就是我很喜歡這邊的自然環境 它的空氣非常清淨 然後天空非常的藍 鳥很多小動物很多 我就是喜歡這種自然環境 OK 對啊小時候也是很喜歡去爬山去賞鳥 然後喜歡衝浪喜歡接觸大自然 對啊 然後我當初買這塊土地買到的時候 看到旁邊都是樹林 樹林 都是樹林 我會很希望我自己住的房子 是能夠跟整個環境是融為一體的 OK 除此之外 我自己對小木也有一個憧憬 對啊 畢竟這樣子的房子在台灣不太容易蓋起來 他喜歡大自然 喜歡就是好像住在森林裡面 然後又搭配環境這種感覺 那這個小木屋的設計是建設公司幫你蓋 還是說要跟你討論呢 當初是在各個建設公司的網站裡面 找到一個比較接近我理想中的格局的樣子 然後拿這個模組去跟建設公司談 那就是按照你的建設公司來蓋這間小木屋的意思 對 那整間小木屋下來 你覺得你最不可或缺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我們的柴爐吧 柴爐 柴爐 對那個柴爐是小木屋的靈魂 就是不能沒有它 然後小木屋在我的心裡面 就是它要有一個暖爐 是燒著火的 像霍爾的一棟城堡裡面有露西法 對 然後當露西法快要消失的時候 那個黃石就會塌掉 它真的是個靈魂 當這個火在暖爐裡面燒起來的時候 你看著它你會覺得 這整棟黃石是活著的 就有靈魂的 然後有一個火在那邊燃燒的感覺 對 它是真的活著的 就是我會把所有的阿福這個小木屋的連結 放在我的資訊欄 我相信大家頻道啊 看到這個 有一個台灣人在白馬這邊做一個奮鬥 那未來如果來到白馬 不管做任何的戶外活動 我覺得都可以來找我們的阿福教練 他真的非常的親切 那我是北海盜女婿 嗨 我是阿福 謝謝大家 有機會來白馬玩 嗨 歡迎來玩 我最近也有種感覺就是 很多工作都壓著我 沒有在享受這個生活 然後我在參觀這間木屋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停下腳步來 好好的 嗯 享受人生中的每一秒 嗯 對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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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